好心哦在脸书上按赞也会被告啊 这是这位刘先生因为不满知名的 潮鞋店前老板击欠了薪水 在脸书上大抱怨 而留言经过朋友的转贴 被一位许小姐给看到了 许小姐看到按了一个赞 结果呢被刘先生的老板一并控告妨害名誉 Facebook上按赞 许多人天天做这个动作 因为这样子被告史上头一遭 许小姐看朋友转贴留言 说潮牌鞋店老板击欠员工薪水 按个赞却惹上妨害民运官司 他也不认识前老板 他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结果就是因为转贴 有人转贴这个波纹 然后他就按个赞 他就被告了 后来你知道说原来是因为这个赞的时候 你的心情呢 就觉得想告我一下子 原来是前潮牌鞋店老板创立品牌 代理欧洲知名潮鞋 2008年创立潮流杂志滚 没想到杂志赔钱 老板疑似欠员工薪水 跟许多员工有官司纠纷 连网友按赞也被告 后来假官调查认为 按赞是很多人用脸书的习惯 或是本能功能类似看过了 加上女子没有留言呼应 因此将她不起诉 转型新闻台北自好报道